2020年7月底 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在我国青岛附近的海面上一飞冲天 代号昆龙AG600 中国大飞机三大剑客之一 特种民用飞机等等 这架大飞机可以说 能与C919和运20平起平坐 可能我们对于昆龙AG600很陌生 但对服役超30年的水轰武 肯定不会陌生 在1976年首飞成功的水轰武 因为记载设备不过关 和技术障碍 所以最终仅从工厂组装了7架 其中有4架交付使用 这个国产水上飞机 在AG600接替顶半之前 整整为我国贡献了 30多年的关汇岁月 在昆龙AG600成为水轰武 继任者前的30多年间 虽然有4架水轰武 但总体来说 我国水上飞机一直处于空窗级 机型单一老旧 规模极小 远海搜救领域短板 森林灭火能力欠缺 因此在国内水上飞机市场需求的刺激下 昆龙AG600研发项目 就这样被提倡日程 其诞生能与C919运20比肩而立 自然不是随口胡来 最大航程可达5300千米的AG600 可以以50米的地空飞行 执行远程搜救任务 以及在20秒内吸取近12吨水 应对突发的森林火灾 单次水量的铺火面积高达4000多平方米 其实AG600的最大价值还是体现在像南海这样广阔的海域上 超远的航程以及近12小时的续航时间 53.5吨的起飞重量 在民用市场版本的基础上 经过改装 AG600可以承担反潜 反舰 搜救 和物资运输等复杂任务 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水上飞机 AG600的特殊机身构造 使得其既能在海面上起飞 还能在地面上起飞 实现了随时随地 在80%的各类海域环境上执行任务 而且AG600以500公里的飞行时速 可以在4小时内 到达我国海域的最南端 增母暗杀 价值意义十分重大 但要清楚的是 昆龙AG600此次试飞是指 复杂海上环境的首飞 其地面首飞于2017年 水面首飞于2018年 分别成功完成 世界上最大的两栖飞机 AG600研制项目的全面展开 是在2009年 在经过7年的攻关后 2016年在总装基地成功下线 2017年初采用国产发动机 倭奖6的AG600 成功在地面通过发动机点火试撤 2017年的年底 在珠海实现地面首飞 而在2018年 AG600成功在湖北境内的张河上 完成水面552分钟的滑行 以及后续极为重要的水面起降飞行 不同于家族另外两兄弟 运20和C919 分别使用俄制D-30 CFM公司LEAP发动机 AG600首发之初就采用 单台功率超3000千瓦的 我奖6 这是国产大飞机动力心脏的突破 和大胆尝试 高达120万个标准零件 150多家研制单位 和上万名科研专家 这些数据共同造就了 AG600全身90%的国产率 本次海上试飞 在上次水面测试的基础上 进一步在海域实地环境中 提高了飞机的操纵要求和飞行环境 也为中国三大飞机工程的完结 受了一个完美的尾巴 新一代特种飞机的诞生 正逢其时 再次水面测试